姐 姐 小弟 唐爷这次又犯了啥事啊 事情是这样的 上海总部的给丑断庄 派了一个新经理 可谁也没想到 那个经理是个浩浩公子 出去招击瓢箱被逮住了 用倒霉的事 酒店的老板居然说 介绍巫女那些人就是唐叶 什么 唐叶给人当批调课 别别 也不能那么说 毕竟人家是他上司 他也没办法 对吗 这事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是 像他这样的 按照民主政府新法令 要拘留三个月 小丁 你能不能先想个发子 先把人给保出来啊 你放心吧 姐 我让他想办法 他跟那些反革命分子不一样 没什么打不得的 放心吧 哎呀 你让我担心的大关我 哎呀 不是 你们上有没有能做主的呀 不是 不是 我现在见不到人 坐吧 哎呀 谢谢 谢谢啊 一看你就是长官 你肯定讲道理 我其实就是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丧人 公平买卖 将本求利 除了时间长了 找一个女人 太可意向了 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的呀 编 接着往下编 没有编的呀 你拉倒吧 姓黄呢 搞错了 搞错了 我不姓 哎 我不是姓黄 我姓黄 三点水 三点水那黄 黄岳夫 真没想到 堂堂美国教官培养出来的全能情报官 竟然连一个谎都丧了 齐齐事变后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 以投笔从容 因为有文化而被军统吸收 先在干难情报训练班首选 而后被派往平津地区长期潜伏 抗战胜利前 你被派往美国强化训练一年 你想到 我黄岳夫前脚刚到会儿 后脚就被叛徒给出卖了 真是大国多败类 你说吧 你们到底想拿我怎么样 把你知道的军统局 东北地区的情况 统统交代出来 我们会根据你所提供的情报的真伪和价值 衡量对你的宽大处理 一百五十六号 九十七号 我要是说 十一号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百二十四号 一百五十九号 一百五十九号 叫你呢 那就只有跟他们一样 拉出去枪毙了 一百五十九号 一百五十九号 那就谢谢了 好,快點 二百四川二號 二百四川二號 放个车 站住 走 怎么把你也烧了 名义上是给你查皮条 但你用的身份 他们总就知道了 上一次参加 咱们行动的六个人 死的死 抓的抓 你跟他们说了些什么 说什么呀 我就是一个商业电台的报告员 除了报告我什么都不会 内容我也不知道 密码老板也没告诉我 他们就信了 信了还能这样 别怕事 这是要把他送哪儿去啊 能往哪儿送 前线一吃酒 后方就处决犯人 我们那儿一吃这个 那得想办法逃出去 有废话当然要逃 我会把你带来 你带来 我去带来 你带来 我去带来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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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轮胎爆了 抓紧时间换胎 注意警戒 是 都给我老实点啊 如果有人逃跑 就地斩法 是 弟兄们 共产党的枪力不慢 出去跟他们批评 怎么样了 马上就好 抓紧时间 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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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给我转发 韩子 在哪里 前面 拼命 跟我 拼命 操作 再摆 攻击 没请 留步 受到 尽快 大家 拼命 有 我们 小王 小王 兄弟 对不住了 小王 快跑 快 快 快 朝天放枪 起来了 地上挺凉的 小心感冒 鱼上钩了 上钩了 你小子装得还挺像 来 起来 总算逃出来了 是吗 曾处长 黄岳夫是美国的教官 训练出来的特工 我要演得不像 他能信吗 我看哪 你可以当他们教官的师傅了 是不是 是 看来上天不枉我呀 小胆 你为党国立了一大功啊 我回去之后 一定跟尚风说 封你为尚位 你放心 只要跟着我老黄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先别说这些 我们得赶紧逃出去 是 这是哪儿啊 除了这片林子 边上有个囤子 离江边就不远了 可我们怎么过江啊 囤子里有我一个亲戚 可以找他帮忙 可靠吗 那你说 现在找谁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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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局长 派东请来电 来 你来议 就在这儿 我来议 对 你去议 是 你呢 在哪儿 在哪儿 谁啊 姚哥 我 谁 唐义 来来来 姚哥 这是谁啊 这是我一朋友 遇到点麻烦 我们得过江 还请姚哥帮个忙 过江 现在过江那不是找死吗 帮不了你 就算我求你了 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这个事他不好办哪 江那边是国军 江这边是共军 我这两边都在打点哪 姚哥 这样行不行 下次你给我们家送货的话 我让我妈多给你点 你妈 你妈那眼睛堵着呢 她能多给我点 行了 行了 爸 你是我们家老主顾 下次你送货给我 我给你开个高价 我妈又不能把我怎么样 对吧 真的啊 当然真的 要不 我给你立次据 行 唐少爷 我就信你这一回 你这身衣服可不行啊 这样 你赶紧洗把脸 我给你换身衣服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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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央哥 怎么样了 不行啊 江边住房子全是联军 三不一港五不一上的 把手可严了 我看你们啊 是长长翅膀 也飞不出去了 看着他们断定 我们会过疆进入国同区 那怎么办 办法吗 只有一个 从路上走 给他们兜一个大圈子 汪经理啊 要去沈阳 我们可以先坐火车到长春 然后再南下 从路上走 一定要有路条啊 你是本地人 一听口音没问题 碰到盘查 你给人路条 也就蒙混过去了 他不行啊 他不是本地人 一听口音就露馅了 我把话说明了吧 这汪经理 可是我都顶头上司 到了那边 我得靠他关照呢 所以这个忙 你无论如何 都得帮我 好吧好吧 那就让他跟我走一趟吧 去哪儿 相公所 相公所 去 去哪儿干什么 你不是本地人 就得去相公所 把你的职业和籍贯报上去 我呢就是你的证明人和保人 明白吗 就这些事情 你帮我办了不就完了吗 我 没关系 去吧 我姚哥 靠得住 来来来 过来呀 没事 走走走走 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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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舅 怎么样 他没察觉吧 他呀 把他拿去卖了还帮着数钱呢 臭小子 你就美吧你 不过 你也不用太大意 一定要小心 我知道了 老舅 我想让你帮我件事 小子 求你老舅了 好吧 说吧 我 我想 临走之前 最后见一面立丸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兴许 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那也不行 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 你不行我还不去呢 唐义 这不是儿戏 你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你总得 你总得让我向祖宅汇报一下吧 可以 我觉得你们那个龙部长一定会答应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事你不能胡来 你得听我安排 老舅 只要让我见丽丸 我一定全都听你们的 我上辈子造什么孽了 居然有你这么个外甥 拜托了老舅 慢走 王老板 你好 小达 这位是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板汪经理 这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乔丽雯 乔小姐 幸会 幸会 你好 汪经理 两位的路条都带好了吗 带好了 里面查得安静 过一刻钟以后呢 有趟火车 我看我们还是分开走 这样比较安全 上了火车以后 你们两个再会合 好吧 也好 火车就要开了 火车就要开了 我走了 我有话跟你说 这 来吗 你拉拉扯手干什么呀 这是我妈给你的 你妈给我皮带干什么呀 这条皮带里面藏了二十块金片 每片重五千 我妈说了 你一定有用得上的时候 也算是我们乔家对你的一片心意 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回来 放心吧 我是你们乔家的女婿 唐云 不走好吗 就算是为了我 快走吧 马上开车了 走走走走 唐云 撒手 我不 撒不撒 我就不撒 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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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都上车了吧 用 网上通知三站和尚站 好 唐云 出事了 出事了 妈 你怎么了 不得了了 那刘佳军偷了全场工人的薪水 跑了 你说什么 妈 现在场地都炸了锅了 妈 您别着急 您是不是听错了 刘佳军怎么会偷钱呢 起初我也不相信啊 可是保险柜的钥匙只有他有 那密码只有他知道 现在人跑了 那钱也没了呀 妈 您别着急 我去看看 这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 李文 李文 你这是要干啥 公文 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上百的工人堵在我们家门口找我要钱 我爸又不在 现在我到哪儿去筹那么多现款呀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的厂子 就这么毁了 那可是他大半生的心血了 所以我来找您 想让您帮我把这些东西作价出售了 我和我爸会对您感恩戴德的 闺女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虽说呢 你和唐爷还没有拜唐成亲 但在我心里 早认了你这个儿媳妇了 你放心 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 可是 一共需要多少钱 连薪水 代生产 代进货 怎么也得三千块答应了 我的菠萨 好 明天 最迟后天 我一准给你送去三千块 这些东西呢 你先拿回去收好 伯母 放心 都会过去的啊 来 先生 你再看看这个玉的橙色 还有这块件 先生 先生 来 这东西可是又黏字了 看看 先生 还有这些四画 你看看这些四画 这可都是明家画的 看好哪一副的 随便挑 这事儿如果让唐爷知道了 肯定他会分心的 这样吧 我请民主联军后勤部的同志 向亚通面粉厂订购一批面粉 以缓解危机 行吧 也只能这样了 大姐 那我先去了 等等 好像 这样也不行 我们不能让暗藏的敌人 发现我们在背后支持乔唐两家 如果有人把这事儿通到沈阳去 这对今后唐爷在沈阳的活动不利啊 那 这样吧 你呀 到货勤部去取点钱 找个同志 假扮成股丸贩子 到唐爷家 去收购一些股丸 把钱交给唐爷的母亲 大姐 不用这么麻烦 不让我姐再卖几点东西不就得了 有什么麻烦的呀 快去吧 三千块 这么大的数目啊 这不合适啊大姐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紧急情况紧急处理 再说了 这既能打消两家的隔阂 又能促成两家的姻缘 一举两得 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你呀 从你为人出事上 我需要挺够东西的 我代表他们 先谢谢你 怎么婆婆妈妈的 好了 快去吧 那我先去了 前面就是国境的上层了 眼看就要到家了 总算能送走信 可是离家更远了 远了 想那位小姐了 当然想 但是这男人想做大事 这不能围着你 你去远子上去 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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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队 走 你这身皮还不配跟我说话 去 把你们长官叫出来 呦 你是下方的灌铃铛 你想哪儿说的 我们的长官是你在你腿都能见的吗 告诉他 这两天我撞了一肚子 今儿啊 你算撞了头 太没了 你俩咋老子 我只说一遍 把他们长官给我撞出来 快去呀 知道他是谁吗 这是军统局东北区的中校情报官 要无了大事 你有几个脑袋给我掉的 快去 小薇啊 过去以后 一定要注意隐蔽自己的身份 放心吧 龙部长 我以前 在老蒋的部队里干过兵运工作 当过副营长 走之前 悄悄去一趟唐叶家 安慰一下你姐姐 好 曾处长会带领一个小分队 在哈尔滨侦查海东青的踪迹 两头配合 我相信 一定会抓住那条狐狸的尾巴 记住 确保唐叶的安全 嗯 放心吧 保重 保重 王经理 这是去哪儿啊 管他呢 反正是回到自己地盘了 连空气都不一样啊 诶 李鹏啊 不要向我光局 找我 黄长的 诶 把车分拦一下 诶 干嘛你 掉去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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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 怎么这么巧呢 今天早晨我跟着搜索队 在江江赶了一阵鸭子 结果就把你们碰上了 宋站长 这赶鸭子的技术 可是越来越熟练了 啥叫鸭子 鸭子就是偷渡客 有的从供居那边来 有的要到供居那边去 除了坐满上的 还有回家探亲的 三个成群的 俊多的时候 他们能接口二十多个人哪 那赶鸭子又是啥意思 哪个鸭子身上不带点值钱的东西 若是让宋站长遇上了 不仅能发点小财 还能练练枪吧 我在长城站的外号啊 就叫一点红 弹无齐发 一枪就毙命 刚才 在江面上看见的浮尸 为止就是宋站长的节奏吧 干爹 接到聂合长的电话 是由宋梁报告 黄远夫从哈尔滨 跑到长春去了 这个窝囊废 对 宋梁良还说跟他一起过来的 还有一个报务员 唐叶 干爹早就知道这些了 海东青不是来过电报 干爹 你快去整理一下资料吧 明天会有很多事呢 好 我就出门来 回来 我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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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也是开股丸店的 多少也多些吧 知之不多 但是一般的股丸店商 大致不差 怎么 黄展长感兴趣啊 我可不感兴趣 死人东西不吉利 我喜欢活人 尤其是活不乱他吧 那你怎么有亚幸 跑到这儿来啊 武区长 武区长 是我们东北军长区的最高长官 我一调到沈阳了 就听说他好这个 所以我每到一个城市 都到我们街转一程 是不是每到一个新机关 都得弄清楚长官的事好啊 你个目以脑的 你只要把长官巴结好了 还怕今后没有正超超的路呢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一路通百路通路路通 再说这次哈尔滨失利后 回去市场是华东市卫之术啊 所以呢 咱们必须得调一些好东西 回家没准还罚得轻易 这长春的啊 虽然说是维满洲的国度 供奉宝贝流累出来不少 但是啊 宝贝也买到什么厌饼 那可就惨了 武区长 可是见上古人的专家 诶 客官 诶 客官 来 瞧瞧 好点啥 慢 再瞧瞧这个 有存货 您看仔细了 这可是光绪炎时候的东西 您看这是橙色 纯 透 润 厚 一样都不辣 这要是在前卿啊 起码只如白雪花银啊 前卿 你怎么不回前卿做买的 您这不抬抗吗这不是 就这么个破东西 吃不能吃穿不能穿的废物 在这冰框马乱的年月 连袋面粉都他娘的不吉 怎么卖的 八是大洋 十五钱卖了 对不起 少一个大嘴 这也就不是您的 少一个大嘴都不是我的 带钱了吧 我没带 来了 来 少了少了 少了少了 少了少了少了 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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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对不起 这咋过来 我 我还在看摊子呢 哦 明白 不开 是是是 晚上啊收了摊子之后 到警察局去一趟 我呢姓汪 跟人一打听都知道我 这也有名吗 是 这 给你练不要了 拿着 谢谢 拿着 谢谢 朗老弟啊 阵长 你怎么还不换上啊 我 我这么快就当上国军了 还是上位 我已经跟上位说了 我是在哈尔滨封你为上位的 战斗前线封上万长规 老公兴上 好 来 别孟姬姬跟女儿一样 出去 小唐 咱们这儿刚到沈阳 吴局长就要分别召见 这是荣耀 但是 也要小心啊 这有些话不可不说 有些话呢得不要多说 还有就是 有些话就不要说了 战长您放心 这道理我懂 小唐啊 倒也不是我一定要抢你的功劳 只不过我是你的上司 这所有功劳归了我 我紧实得快一些 我自然就会提拔你 水长船高 这道理我也懂 我们这儿呢 飞翟兄 好久不见哪 欢迎你得胜凯旋哪 凯旋说不上 但是 哈尔滨那个地方 还是想去就去 想回就回 没有谁能奈何得了我呀 你这是 沈副局长在等你呢 可吴局长那边 吴局长去行员开会 晚饭签回来 我这样向沈副局长汇报呢 走 等我 请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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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居长 岳父那儿 附居长 黄岳父 岳父 从你潜入供区之后啊 你的安全 是时刻放在我的心上 切下附居长关爱 全身而归了 卑职设为党国重要情报人员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来报销胆国 来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来 乘医 谢谢附居长 这国烟就是嗆嗓子 我那儿还有从美国带回来的香药 回头专程给您送补补上去 那就先谢了啊 附居长 岳父回国不久就来到了军堂 而后又被唯一重任去了哈尔滨 这局里的上上下下啊 真没有时间来打点 要是有什么不到之处 还需要傅企长多包涵啊 看看 这美国受训回来的 和陈文局 余奉国 那就是不一样啊 沈傅企长 陈文局 余奉国二人 是党国的精英 为国捐取 岳父自愧不如 你就是唐义 你是谁啊 我是武局长的秘书 柳航 谁不曾在夜里呼唤黎明 哪怕头上有再美的繁星 谁不曾在风中期盼着灰影 哪怕眼中有澎湿的寂寂 哪怕眼中有澎湃的寂寂 谁不曾在路口徘徊傾听 哪怕身边有不断的低音 谁不曾在梦中突然被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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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心中有无限的神情 我想要穿过这片秘书 去追寻永恒的天际 擦了那黑夜般的眼睛 大路看清再一次远行 我想要站上这座天平 让爱和夕阳永不凋零 天亮那非夜中的光明 我心平静 信仰永不凋零 我心平静 信仰永不凋零